啊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这也是今天热浪榜上的一个话题 叫做鸭鸭加入了西直门群聊 这个西直门就是北京了 大概就是什么有的没的的一大堆废话 是吧 什么5月29日 北京动物园迎来鸭鸭回归 然后和鼓鼓 蒙兰等11只大熊猫 这11只大熊猫是叫西直门的 是吧 朋友们你们想要不要一个西直门户口啊 我想要啊 如果我要一个西直门户口 我搞对象就好搞多了 像我这个糟老头子 取我觉得100公里以外的 100公里你说太短了 200公里吧 取个黄花大闺女 还是可能还是挺容易的 是吧 所以说你看鸭鸭有了西直门 我这都是我的话啊 别说了啊 这个有了西直门户口了啊 所以说这个西直门群聊 是指的这一堆的大熊猫 有人说话很不客气 说这是对大畜生 你还不好反驳他 是吧 他确实是一堆大畜生啊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其实我做这些个视频 主要是放在小破绽呢 放在哪里 热度不是很高的 没有几个人看的 哎 我想说的是 放在管管上 倒是有人很注意 都来评论啊 说这个终于回家了 说哎呀 你看你这个被待遇的挺好 是你应得的 哎 反正就是都是这种啊 这个有的没的的这些个评论 我觉得挺神奇的 是吧 管管上都这么多人关心这个事 那很梦幻呀 我感觉啊 很魔幻 好啊 鸭鸭得了西直门户口了 你们得到了吗 哈哈哈哈